這句話 這句話它的句子有點複雜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的主句挑出來 あんたに資格ない に沒有資格 好像在罵你們 這邊呢就是 に有沒有這個資格 就是有沒有 所以大家記得場所住詞嗎 就是ある要配什麼住詞 に 對有沒有 我就好像幼稚園老師 這裡有一本書是用に 那你有沒有資格 當然也是用に 所以我有這個資格 你有這個資格 あなたにある 私にある 那這邊的あんた 其實是あなた的比較沒有禮貌的說法 蠻沒有禮貌的 然後跟它同等級的大概還有 Oh my 這種的 對 那建議大家是不要使用 不能為對方著想的に 所以在這個前面這個句子都是在修飾に 那不能為對方著想這邊的日文 它是說 あいてを思いやれない 思いやれない 思いやれない是來自於思いやる 基本上它就是 可以整個等於為對方著想 這個句子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蠻漂亮的字 對 所以你不能為對方著想 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沒有做不到這件事情的話 所以就是用能力型 所以就是 思いやる 變成思いやれない あいてを思いやれない あんた 不能為對方著想的に 是沒有這個資格的 那 後面為什麼會有一個なんで呢 它是一個強調語氣 就是哪有什麼資格 沒有什麼資格 的意思 お前は今 不毛な恋愛に足を突っ込んでる そう思わないか お前は今 不毛な恋愛に足突っ込んでる お前は今 不毛な恋愛に足を突っ込んでる お前在日本的 就是男生 品輩男生之間 就是用お前教對方 其實是蠻常見的 但是我是不建議大家 就是主動去用 因為我們身為一個外國人 可能拿捏不好那個場景 可能會嚇到人 但是我在這邊想要表達的是 他雖然叫他お前 但是他其實沒有很凶 這樣子 不毛な恋愛 這句話在看小說 或者是看戲的時候 蠻常看到的 我是還沒有在現實生活中 聽人家親口說過 不過他就是 因為不毛 不毛他本來的意思是 長不出草的那種土地 你知道嗎 就是 對 所以 不毛な恋愛 就是 你不可能有結果的恋愛 那 足を突っ込む這個字呢 就是你 陷入了 一腳踏進了的意思 いつまでも終わったものにしがみついて 応援なんかしちゃって それって 惨めじゃないですか 會 あんたに何が分かるのよ いつまでも終わったものにしかみついて 応援なんかしちゃって それって 惨めじゃないですか 這句話呢 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 這個角色他終於講出一些像樣的話了 有沒有 就是 你也是有腦袋的嘛 的感覺 這句話的 一直持續感覺好像就是沒有止境 沒有鏡頭這樣子的感覺 那 你這樣子緊抓住的感覺 所以他也可以有抽象的對某一個事物 就是某個人很執著放不掉手 手放不開 的這種感覺 那他的助詞要配 我上次被留言說我手似太多 我收好 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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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慘 呵呵呵 就是 他的意思 跟他看起來 跟他聽起來 就是慘 我聽他講這個字 他一講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喜歡 喔 想要用這句話來 就是跟 就是 螢幕前的各個傻女孩 傻男孩們一起勉勵 不要再執著於已經結束的事情了 這樣子只有一個字 慘 あんたに何がわかんのよ あんたに何がわかんのよ 這句話呢 其實翻成中文就是 你懂屁 呵呵呵 我就是 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就覺得 我一定要把他們挑出來 讓大家在吵架的時候可以用 這部劇呢 如果你就是已經看到這邊 但是你根本就還沒有看過這部劇的人 我只能說你勇氣可佳 但是我是覺得我沒有爆多少雷 還是很建議大家可以去看 那 他就是 我覺得他的編劇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的每個角色的設定 都讓這個劇就是 怎麼講 很不無聊 雖然我有時候看到大叔 我真的會覺得說 呃 雞皮疙瘩 我覺得他把每個角色都處理得很圓融 就是每個角色你看完最後一集的最後一秒鐘的時候 你會覺得每個角色怎麼都那麼可愛 那麼討喜 對 然後 尤其是大叔的就是 形象在最後有一個超級大逆轉 然後我就是 真的就是 覺得他太棒了 對 很 就是謝謝大家推薦這部劇給我 然後我看完之後也真的覺得超級喜歡的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記得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跟我一起就是每天學日文這樣子 不是每天每個禮拜 一晚上九點我會上傳一支新影片跟我一起學日文 另外要懇請大家追蹤我的Instagram 拜託 我快要破萬了 但是一直沒有破 你知道破萬之後就可以這樣swipe 往上滑 我好想要那個功能 Please 大家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最近都有在上面介紹好吃的東京的店 加給大家 拜託我的帳號真的很實用 追了真的是很實用 呵呵呵 這怎麼這麼少 那我不只有Instagram還有Facebook跟Twitter 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喔 Twitter是用日文寫的這樣子 好 那就下個禮拜一見 掰掰 掰掰 拜拜